地球上剩下最后一个男人 每天就吃肉铃为所欲为 知道哪个女人的出现 嗨大家好 我是沉迷定的阿丹娜 今天讲一个最后一个男人的故事 2020年病毒大爆发 威廉花了一年时间 开着车在全美范围内寻找幸存症 但转了一大圈 他都没有发现一个活人 威廉回到家乡 并在指示牌上表出自己的位置 威廉回家后马上搞清楚了一件事 既然自己是地球上最后的一个男人 那还不是为所欲为 他直接搬进了大别墅 从博物馆把西式珍宝都搬回来 装饰墙面 恐龙化石搬上桌子 喝一百万一瓶的红酒 蹲蹲蹲往里灌 威廉晚上睡觉之前会和上帝沟通一下 他也挺高兴 毕竟之前自己是个穷贵 可现场最让他难过的地方就是 美女人 憋都快憋死了 醒了之后 威廉就去超市疯狂加购物车 还加了一大堆成人录像带 为了缓解无聊 他每天换着花样的大保龄球 在车上装炸弹就吐个热闹 可白天好混 到了晚上四周都黑乎乎的 也没有电 威廉生日那天更是凄惨 孤孤单单一个人 周围什么声音都没有 威廉愤怒的和上帝打赌 你以为我坚持不下去吗 我偏要坚持给你看 但他可不是鲁宾逊那样厉害的男人 五个月后 别墅在威廉的手里变成了一个大垃圾场 马桶不好用 他就把泳池盖成了天然厕所 实在想女人 他都打起了塑料女模特的主意 但一个人放浪心孩的日子确实是太难熬了 也吃不上新鲜蔬菜 每天都是素食配红酒 确实没意思 那天威廉准备自杀 正开足马力朝巨石撞过去的时候 他居然看到远处有烟 威廉立马冲过去 两衣杆上挂着女人的衣服 甚至还有内衣 上帝慈悲为怀 真的送来了一个女人 威廉幸福地晕了过去 再睁眼 他躺在一个天使的腿上 地球上最后一个女人的模样 刚刚好是威廉的理想型 简直棒呆了 可女人接吻的方式好奇怪 特别像人工呼吸 威廉憋了一口气 真正醒来时 他发现自己面前的根本不是天使 而是一个不怎么漂亮的女人 这和他心里想的差的可不是一点点 女人名叫卡尔 顺着指示牌来到这里的 卡尔看到威廉也是如获至宝 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小时 而且他提出了一个 让威廉很纠结的提议 现在他们俩是人类的独苗 那繁殖后代就是使命 为了人类 他们必须这么做 威廉是不太愿意的 这卡尔活脱脱就是一个管家婆 虽说自己憋了那么久 但一想到要和卡尔生孩子 那还真的挺抗拒 但卡尔才不管威廉怎么想 他积极地推动人类繁衍事业 不但搬到了威廉的隔壁 还入侵了威廉的生活 和放浪行孩的男人不一样 卡尔的生活非常有规律 他不能接受威廉垃圾上一样的家 不但要打扫卫生 还要修下水道让厕所恢复正常 但这一系列行为在威廉看来都是多此一举 地球上就剩两个人了 搞这些有什么用啊 别说还真有用 卡尔能种出新鲜的西红柿 这让威廉眼长坏了 大半夜冲到人家的菜园里 像一只发狂的野猫 第二天 卡尔上门心事问罪 他并没有咄咄逼人 只是表达了自己的失望 他的脚也受伤了 菜园也毁了 更别提什么繁衍人类的计划了 威廉看到他的样子又不忍心起来 卡尔除了长得丑了一点 嘴碎了一点 也没什么不好的 那天晚上 威廉倒腾了好久 帮菜园装上了自动灌水系统 卡尔深受感动 那天他邀请威廉回家吃饭 顺便要求威廉求婚 在卡尔的观念里 没有结婚的两个人 是不可以一起生孩子的 威廉真是崩溃了 女人真是麻烦死了 但又没办法 在卡尔缝缝活活的安排下 威廉和他走入了婚姻殿堂 但这个男人竟把婚戒给忘了 卡尔说 我就要求了你这么一件事 你都做不到 还烦着个屁的人类 说完就摔门而去 威廉也是很后悔的 之前玩的太嗨 就把戒指这件事忘了 他找到卡尔 一番男人的鬼话 居然成功把卡尔哄了回来 两人来到珠宝店 戒指那还不是小菜一点 那天晚上 人类繁衍的第一步顺利迈出去了 威廉依旧是不太满意 好在婚后生活并没有很无聊 卡尔也是一个会玩的人 并没有成天逼着威廉干什么 他不愿意干的事 地球就剩他们俩了 还努力做什么 然而那天 两人在马路上兜风的时候 突然迎面撞上了一辆汽车 威廉下车查看时 居然看到了一个火生生的漂亮女人 我的天哪 一个男人 两个女人 一整个地球 威廉接下来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呢 阿丹也不知道 以上内容来自美剧 最后一个男人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找来看一看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咯 至少女人 我们下期再见咯 下期待 我们下期见